我們看一下金手這幾題 這裡他說有一個真型ABCD 然後他要跟你講這個腳120度 這個腳是直腳 然後他想要溫整塊面積 首先我們把它拆成上下兩個三角形來看 這個如果是120度的話 那從這邊做高下來 因為他這兩條會一樣長 所以做下來這兩個腳會被平分 變成60和60 這不行有一條對稱軸 就是中間這一條 然後這樣做下來之後 這裡60 這裡90 這裡就是30 所以他是一個30-60-90的三角形 然後他的平常比是2-1-3 他說B組等於8 這樣做下來之後 整條是8的話 這一半就會是4 所以如果這裡是4的話 那2-1-3 就要等於 8-3-4-4 這有點難耶 這裡要怎麼做 就是 這個變這個乘以 更號3分之4 然後這個再把它由理化之後 變成 上下同乘以更號3 變成3分之4更號3 所以這一段 就等於3分之4更號3 然後上面這個三角形 我們解決了之後 我們來看下面這裡 因為這裡是直腳 這裡是30的話 那這裡就是60 然後這邊也是直腳 因為針型他這樣子 這兩個腳會一樣大 然後這裡也是60 所以6060 那剩下這個腳也是60 所以下面這個BC珠 他的這個三角形 是正三角形 喔 然後下面他的 正三角形面積是 4分之更號3a平方 那這樣我們可以把整塊算出來 前面這個是 8乘以3分之4更號3 再除以2 後面這個三角形 4分之更號3 乘以8的平方和64 然後乘出來之後 3分之16更號3 加16更號3 算出來答案位是 3分之6的4更號3 請問同學還有問題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